据英国《每日邮报》23日报道 一名美国女兵放弃了她的匿名身份 说出了她在2016年被一名美国陆军 第一特种部队作战分遣队成员强真的经历 报道称 当时25岁的艾琳·斯坎龙 是一名来自菲尼克斯郊区的初级军官 在北卡罗莱纳·布拉格堡的炮兵部队服役 艾琳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表示 2016年9月9日 她的一个朋友邀请她参加一个慈善活动 在一家餐厅为阵亡的士兵举行纪念活动 在这次活动上 艾琳结识了当时39岁的克里斯托·瓦莉 可艾琳万没想到 瓦莉看似忠厚的外表下 隐藏的是一颗无比恶劣的心 活动结束后 偶然之下 瓦莉成功获得了与艾琳单独相处的机会 在确定艾琳难以逃脱之后 瓦莉受训大发 抓住艾琳就要实施性侵 艾琳虽然害怕 但她毕竟是一名接受过训练的女兵 虽然比一般人难对付 她大声呼救并奋力反抗 不料这样的举动惹恼了瓦莉 致使她被狠狠殴打了一顿 随后又惨遭殉侵 艾琳哭诉 瓦莉将她打得浑身是伤 还对她进行了训虐待 事发不久 她就匿名将瓦莉告上了法庭 但直到瓦莉被捕 艾琳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此案在即将开庭的时候 军方介入了 原因是涉案双方都是军人 所以军方有权亲自审理 2018年6月25日 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理 但这次开庭没有记者到场 也没有庭审记录 有关资料也被军方全部删除 另一方面 瓦莉承认与艾琳发生关系的事实 但她狡辩是双方自怨的 艾琳认为 瓦莉的军官身份 是自己没能讨回公道的原因所在 所以她决心放下顾虑实名控诉 此外 艾琳还表示 这一事件让她的身心受到了创伤 也将她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热爱 相磨殆尽 所以在2019年合同到期以后 艾琳就毫不犹豫地 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这一段时间的军旅的军旅生涯